好 麻礙蛋與關心 水戰進入最後的倒數計時 各陣營都啟動了車隊掃街 尤其是民眾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更是指導賴清德的大本營台南 一早在高雄掃街完之後 下午就直接來到台南這邊 現在仍是在家裡這邊 人氣如何 馬上來看一下現場最新狀況 好 可以看到喔 因為畢竟這邊是綠營的優勢選區 所以路上出來支持柯文哲的民眾是比較零星的 但是不時呢 還是可以看到有民眾舉著 柯文哲的應援旗來幫他加油打氣 而稍早其實柯文哲是從新營出發 那在新營的時候也有非常多熱情的支持者 像是有阿姨洗頭燙頭髮燙到一半 就跑出來就是為了要見柯文哲一面 那剛剛經過宮廟跟經過店門口的時候 也有一些民眾呢 特地來幫柯文哲放鞭炮 來給他加油支持 那其實今天呢 各陣營通通都在台南車掃 尤其是像是賴清德喔 待會將會跟這個立委候選人一起 人在麻豆車掃 同一時間柯文哲人也剛好就在麻豆 綠白是隔空較勁 那侯友宜他人則是在台南的安南區 三個陣營都把台南視為是重中之重 那回到柯文哲這邊 他其實今天下午跟明天早上 也通通都會在台南 今天晚上更會在台南來進行開獎 就是要穩固基本盤 以上現場最新